来 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全国的导致们的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那大盘目前为止 持续的修正 我相信啊 那目前为止 这个大行情 即将要展开了 也就是大行情里面 我们希望做多的投资分本 能够利用这一波 回档修正 能够在低档区积极的 来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目前为止 你可能是空手的 你可能要在过年以前 你可能要赚一点钱的 这个时候的话 要特别注意 你可以在短线上面 稍微的去做出一个 所谓的偏空的一个操作 那不管是多方操作也好 空方操作也好 那我都希望每一个投资朋友们 你在过年以前 你在农历过年以前 你都有机会 把别人的钱 放在口袋里面 那安安心心的 过一个快乐的年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目前为止 大盘的一个趋势 大盘目前为止 下跌了62点 那这个大盘到底还会不会在跌 它已经跌破了所谓的 季线的部分 但是你以形态而言 颈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颈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颈线的位置 它是有支撑的 在这个地方会进行 所谓的多方的一个反弹 但是一米老师必须要提醒你 如果说从高档区 跌到目前为止 颈线这个地方 修正的幅度 接近500点 也就是说你要先行避开 这个下跌的500点 这个叫做震荡修正坡 按照我们波浪理论里面告诉你 这个叫做驱动坡往上走 这个叫做所谓的修正坡 照理说修正坡 目前为止 已经到达所谓的0.5的一个地方了 那可能会继续往下到0.618 甚至跌破所谓的 颈线的一个位置区 原则上面这边的操作 非常复杂了 非常复杂了 所以说我们紧急的 在这个月 在这个月 这个礼拜天 最后一个所谓的礼拜天 耶诞假期的最后一天 礼拜天 我们在台北举办所谓的技术班 技术班的一个所谓的研讨 那这次技术班的研讨 我希望我能够把一鸣老师 看多还是看空的一个方法 它叫做均线三绝 均线三把 那均线三把学会以后 它有机会掌握所谓的 多空的一个方向 你就目前为止 短线上面跌破了 中线的部分也跌破了 也就主力的成本的部分 目前为止 已经看到所谓的空方的一个走势了 那长线的部分的话 在昨天正式跌破 今天持续的往下走 那三线都翻空 是不是短线上面要做出一个 所谓的空方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你学东西只有学到一知半解 你认为均线的部分 不管短中长都翻空了 那应该要进行所谓的空方操作 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到所谓的形态 目前为止 紧线的一个位置区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下修的一个幅度 目前为止 在近期会得到一个满足点 所以说你目前为止套牢的 你也不用紧张 大概在所谓的紧线的位置 紧线的位置应该有支撑 那这边叫左肩 左肩结束之后 创新高 目前为止看到所谓的右肩 那我在这次的一个课程里面 特别提到所谓的形态 其实形态的部分的话 分为头肩顶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一头多肩 多头多肩 这个一头双肩 总共有四种的一个模型 这个我讲解都会非常清楚 其中反转力量最大的 并不是目前为止你看到的台股 这个叫一头多肩 或是一头双肩 也有机会出现所谓的多头多肩 这种反转的力量不大 所以说造成 这个操作上面的困难度非常高 所以说形态的一个了解的话 有助于投资朋友们 你们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 一个趋势 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来 一鸣老师所独创的 这个叫均线三绑 目前为止一鸣老师跟你讲 短线上面中线长线 都看到所谓的空方讯号 那该做多你就做多 该放空的股票 你可能要偏向在所谓的避险操作 那避险操作我们之前放空的所谓的原态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进行放空操作 你要记得 涨势的末端 股票在高阶的 这是你考量之一 量大不涨的 目前为止成交量也没放大 量大不涨的 包含高档区 出现所谓的黑黑吞噬 包含所谓的并肩的一个形态 包含出现所谓的夜星 包含所谓的形态上面出现 只要是出现空方讯号的 变盘转折的 你都可以注意 那目前为止均线是下修的 之前操作的原态 试驾放空 每一个人都空得到 试驾放空 一个懂得分析师 他不只会做多 他还要会做空 那空下来之后 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 就跟你做多 来到掌停板 那做空呢 做空最好是打到跌停板 一个掌停板 一个跌停板 行情大小 看你会不会操作 你会操作的话 原态你放空 当下就是打到跌停板 我们相信我们都有简讯 来导播拉近一下 我们之前的放空操作 恭喜跌停啊 恭喜你放空了 你去放空啊 那是跌停啊 那原态的部分啊 我们是属于一个 波段的一个操作 当下一秒是跟你讲 恭喜你啊 放空啊 大赚 就跟现在一样了 但现在适合不适合放空 你要看所谓的大盘啊 一个所谓的趋势啦 我认为短线上面 可以做个短空啦 避险操作啦 长线的话 这个台股的部分啊 是不适合做长空操作的 因为放空的时间非常短 那你要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逢低档啊 你开始去寻找一些低位阶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的大盘的K线图以外 我们再看到所谓的 来 生机类鼓 来 我相信这三根K线 看得懂的人都 都看得懂 来 实体的部分 两根K线叫什么 来 回答一秒是 它叫做拇指 低档拇指 那这三根K线叫什么 内困三红 但是你不是说看到这个形态 你就确定说 老师啊 两根K棒叫拇指 三根K棒叫做内困三红 那应该是要做多了 也不是啦 判断上面没有那么简单啦 这是所谓的空方走势嘛 空方走势里面遇到 所谓的子连讯号 后面的话会经过一个 所谓的转折啦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 这三根K棒 它短线上面已经出现什么 子连的讯号而已啦 你这个地方你还是要怎么样 要去判别 判别这个升级类股 到底有哪些股票 你可以怎么样来操作 这个基础分析啊 其实啊 最大的一个用意啊 就告诉你 这个趋势它是慢慢成型的 它不是一次的反转 这个机会也不大 所以说你要做到 所谓的趋势上面的一个掌握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手中升级类股的话 我们可以公布一下啦 来 这是之前跟你讲的升级类股 你去买的 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赚钱啦 这个是属于多方的一个讯号 升级类股 你有买的 目前为止是属于多方的 那第一天涨停板嘛 那第二天持续创高 今天一样 是持续做出一个创高的动作 升级类股你特别要注意啊 像这种股票是属于落后补涨的 适合做价差 那如果对你之前做到环内衣啊 这个叫领涨的族群啊 领涨的族群啊 大概升级类股还没涨嘛 它就开始怎么样 先行发动了 先涨的股票代表怎么样 筹码面啊 它是非常的优势啦 所以说你之前有布局了 你近期以来的话 可能这张股票已经已经收割了啦 可能已经进行所谓的 收割的一个动作 那我也希望说每一个人去操作 升级类股的话都能够跟环内衣一样 都能够赚到钱 都能够把钱怎么样 放在口袋 不管你是买一张也好 你是买十张也好 大赚小赚怎么样 都有机会赚到钱 那这样的股票我们就 就是点到为止啦 那放空的股票要注意哦 来 之前走多方了 多方走完了嘛 那可能在高档区啊 就要进行所谓的放空操作嘛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示范过的 原态 那老师会不会继续空下去啊 我相信我的简讯里面啊 应该都有跟你做出一个 非常明白的一个交代啦 那大盘啊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我像每一个人啊 不管是偏多偏空操作 只要掌握趋势啊 都能够赚到钱 那这次 我们技术班分析的一个内容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第一个你所要学的哦 就是我们开盘法法里面的初阶 这个初阶帮你啊 先行订定所谓的基础 包含所谓的八种盘式 十二种走法 一高压力盘 你所看到的四种的一个模式 两点高中长红 包含所谓的三高盘大涨 一滴承接盘 两点滴的话叫价差 三滴的话叫重挫 大双心转折盘 法人直压盘 这是你必须要学会的哦 那进入到所谓的中阶之后 包含三滴跟三高的一个趋势 配合所谓的我们的均线三法 来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转折 讯号的一个判别 好 那K线的部分特别要留意啊 初学者哦 一定要从K线开始着手 单根K线 他的学问最大 单根K线包含成交量 他的学问质最大的哦 你愿意说花一点时间 好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啊 这个所谓技术分析的一个领域的话 我认为啊 这个学习的一个态度 值得大家来做出个赞赏以外 英明老师也认为 你在未来里面的一个台股里面的话 你是很有机会在所谓的趋势啊 开始出现转折的时候 你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先从单根K线开始学啦 这个非常重要 从所谓的单根K线 到所谓的我们 关键K线的39种技法 总共只有39种 你从第一种 英明老师会教你到第三十九种 希望你每一种 你都学会以后 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应用制度 不管是多方操作 不管是所谓的多方操作 那这次可能会着重在所谓的形态 整理形态 英明老师帮你教材准备好了 包含所谓的低档 跟所谓的头部的一个形态 我们都帮各位把资料准备好了 所以说技术分析的领域非常广 你每一种重点 大老师都帮你列出来了 这个机会只有这一次啦 今年最后的一次的一个技术班 那顺便会交给各位 标马股 如何来找寻标马股 包含业绩股价 所谓的筹码 买方的所谓的筹码面 那产业的分析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这堂课 对投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 那你有兴趣的 欢迎立即的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个联络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大法库 尹老师 12月25号中期班 首途公开 唯一一次中级技术高级班 如果你想一支当日走势 必学日本正宗开盘大法 掌握长线趋势转折 必学关键黑棒 如果你想挑选潜力标普 必学各式指标详解 最有限 错过江湖再有 立刻不打这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变大头顾 尹老师 12月25号中期班 首途公开 唯一一次中级技术高级班 如果你想一支当日走势 必学日本正宗开盘大法 掌握长线趋势转折 必学关键黑棒 如果你想挑选潜力标普 必学各式指标详解 最有限 错过江湖再有 立刻不打这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圾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今天开盘巴法 早上开出来的盘法 它是非常标准的 空方式里面的 所谓的2.D价差盘 空方式里面的2.D价差盘 这个最大的特点 盘中有两波所谓的反弹 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做短线上面的价差 长期的趋势而言 目前为止 向下贯杀的一个机会性 它会比较大 因为目前为止 开盘巴法告诉你 这叫空方式 空方式开出来的 所谓的2.D价差盘 它可能是会去做出什么修正 那如果说你在讲义里面 看到一鸣老师 对于所谓下降轨道里面 出现的这三根K棒 它叫做什么 它叫一星二鹰 也就是下降轨道里面 先行出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黑K棒 中间夹一根所谓的红K棒 一星然后面再出现 所谓的黑K棒 这个称为一星二鹰 一星二鹰里面的走势 它是属于一个空方走势 我们在对照之前的上升轨道里面 这个驱动坡里面 它所出现的叫做一星二鹰 长虹 来 这边看到所谓的假一星 后面看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红K棒 这个叫一星二鹰 一星二鹰对照版就是所谓的一星二鹰嘛 所以说这些气度分析不是很困难 不是很困难的东西 你只要懂了后面的话 我相信很快的就会融会贯通嘛 那一秒是交过你 现在会带你去怎么样 去做多吗 应该不会啦 空方式操作上面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啦 适合短线上面做价差 但是很多的股票 你要留意啊 应该做多 毫不考虑的 短线上面可以做价差 那如果说你要放空操作的话 你一定要空在 所谓的相对的一个高点 就像我们之前嘛 来 我环雷一的部分 这样股票在低档区的同时啊 你看到趋势改变 你当然是怎么样 做多啊 做多可以大赚嘛 不是说等涨上去你去放空啦 绝对不是啦 低档区去买嘛 买了之后怎么样 哇 就上去了 那同样的一档股票 它从低档区开始涨 原态 它从低档区开始涨 涨到高档区涨不动了 那一秒是是不是把它列入到 可能涨不动了 多方浩劫 列入到所谓的放空的一个标的 这是很标准的 这个叫做多方的一个形态 低档买 高档买 这个叫做空方的一个形态 涨不动了 开始怎么样 去做出一个价差 放空操作 这是最标准的 那环球晶的部分一样 低档区一秒是没有带去放空嘛 低买高卖拉回找买点 这个叫做非常标准的 我们关键K棒里面 39种计法里面出现 所谓的三线翻红 跟所谓的上升三法 不管你看到所谓三线翻红也好 你看到所谓的三升三法的话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多方走势啦 关键性的K棒就是在低档区啊 它可能会做出一个震荡洗盘嘛 所以说这档股票的操作难度啦 其实不是很高 但是你要耐心操作 有耐心操作的人啊 他会在低档布局嘛 有耐心的投资们们 他可能怎么样 会看到外资的动作 那外资持续在买方 这样股票要不要做到一个持股虚报 挑战前高 一鸣老师都是事先讲 前高的位置在这边 前高的位置在这边 拉倒掌停板 前高过了 但是很多人啊 他喜欢卖债 卖在所谓的创新高啦 其实趋势还没走完啦 你就不要急啦 有人可能赚一根啦 有人可能赚两根啦 那为什么 有人看一档标股赚的比较少 因为他心情非常紧张 他认为这个大盘不好 那可能赚一根就很了不起了 赚两根 哇不得了的 所以不管赚一根也要 赚两根也要 他可能就怎样 先跑了 其实啊 这个股票操作 有时候要看趋势的 趋势看对啊 来 你要抱长一点 你要抱长一点 有时候骨架 跟你想的会不大一样 跟你想的会不大一样 来 1234 我相信这个叫做多方的 能够多转就多转 趋势没有走完 那光通讯的部分 联雅晋级 他回档修正 来 这个地方 来 38的联雅 他修正幅度不大啦 可以接受啦 我希望他修正多一点 我们之前在低档买嘛 我们高档可能卖掉了 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 我们现在希望他拉回 拉回我们一样 找买点 那一档股票 我相信 来回操作 可以赚到钱 低档区 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去判别的 在低档区要不要找买点 很多人在低档区反而非常害怕 他认为说老师 低档区的股票可能就怎么样 还会再继续往下跌 这边都有讯号出来嘛 下跌的同时啊 出现所谓的停损量 关键性的K棒出现所谓的内困三红啊 这是很标准的 所谓的筹码面清洗干净之后 出现所谓的多方讯号 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我们在这次技术班里面 这些所谓的两根K棒 三根K棒的 包含所谓的趋势的一个走势 我相信都会利用一些股票 详细的来帮各位 来做出个解答啦 那回到实际的操作 来低档区 股价从360块钱 持续修正 这个地方你非常害怕 买还是卖 自己考虑一下啦 有人在买方 有人在卖方 中文一边是对的啦 希望你是站在对的那边 好来拉到掌听板 多方胜出 多方胜出啦 你做多的人赚钱了嘛 这是非常明显啦 做多做空都有人做 看你自己的想法 一秒是当然都希望 每一个人都跟我的简讯一样嘛 都是赚钱的啦 希望啦 但是好像不大可能啦 还是有人赔钱啦 那目前为止创新高了嘛 来从200块钱涨到288了 短线上面如果拉回修正 该怎么样来操作 这是我们对于会员的 一个所谓的简讯的内容 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大方便啦 不大方便啦 这个是联雅嘛 光通讯的 我们看到一样 来华星光 这形态很像 形态很像 要看关键性的K棒 第一档区去看 去观察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你要站在买方 还是站在所谓的卖方 一样 第一档拇指内困三红 红K棒做吞噬 这个非常标准啦 来 这个叫做上升轨道里面 出现所谓的上升三法 其实上升三法的话 它在我们纪录分析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 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 来 这边给你做出一个解说好了 先行出现所谓的红K棒 在所谓的红K棒上缘 这边开始做出个震荡整理 这个叫强势整理 整理结束之后 再度的出现所谓的红K棒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三根所谓的变盘转折线 都在所谓的红K棒二分之一以上 一样整理结束之后 出现所谓什么 长红K棒 这个也是一样 五根所谓的变盘转折线 都在所谓的红K棒的一个上缘 出现所谓的强势整理 来 再度出现所谓的红K棒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它整理的形态 几乎都没有跌破 所谓的红棒的二分之一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 所谓的中性 甚至强势的一个整理 所以说上升三法 没有那么困难 来 再买方嘛 会很困难吗 应该赚得到钱吧 这样股票 这样股票操作难度 不是很高 来 小确信一下 一次两次 后面的话 我们就不会在 这个节目里面 再一次的做解说 其实投资本目前为止 对于大盘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在大涨之前 或是在大跌之前 他们对盘势上面 我相信进场意愿都不高 何况目前为止 外资可能 这两天要放假了 那农历年又快到了 那这种行情的话 让人家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进场的意愿 但是投资本你要忍耐 行情来之前 黎明前总是黑暗的 疫苗是跟你 一样勉励你一下 那注意了 注意了 我们近期而言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到 投资人目前为止 面临到所谓的恐惧跟贪婪 大部分都是恐惧的 大部分都是恐惧的 那这次的技术班 来 记得开盘八法 这个基础篇 你要先学会 把每一种状况 都把它了解了 那进入到所谓的中阶跟高阶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学一下 判多空 利用按照我们的均线三法 来 初学者注意了 来 注意了 来 看到这边 单跟K棒要先学 这个叫基础 从单跟K棒到所谓的 关键K线39种技法 这个叫多方 这个叫空方 多方的股票多方操作 多方讯号嘛 空方的股票怎么样 你就是怎么样 做出一个放空操作 但是你要先学啊 你学会以后怎么样 你才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嘛 那一秒是这次加码了 来 标马股 标马股 那投资人啊 你要上课的 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我们高阶的技术班 帮各位讲义都准备好了 如果要上课了 来 我们讲义教材在这边 那今天一样有开放十个名额 前面十个名额的 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这本书刚刚写好 神奇的阴阳K线战法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的讲义教材把它带回家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非切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明镜与点栏目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云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氧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尝尝刷洗 避免温软附浊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亮干净 大家一起来 出创 让 English そ净